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初在看Revice第一集时的感受 在经历了胜任的 嗯的折磨之后 我对Revice首级的感受 真的只能用高潮来形容 毫不拖大的剧情曝调 而木鱼性的战斗特效 让我一度认为Revice终于能脱离 假面骑士中年纪念座的诅咒 直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兽打搜打 今天要来评论的是 假面骑士Revice 先讲讲优缺点吧 Revice作为一部 假面骑士50周年的纪念作品 和其他部 像Decade、Forset、石王等 骑士纪念座相比 表现绝对是有进入前半端的水准 尤其是Revice前期的表现 也丝毫不出其他优秀的骑士作品 况且如果你和我一样 对假面骑士的单元剧都没什么好感的话 Revice前期的单元剧 真的表现不差 单元剧中的角色 也大多是因为被社会的不公 与现实的残酷 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跟稻草 逼不得已才使用了最后阴障的力量 也是少数能在假面骑士单元剧中所看到的 除了单元剧外 前期角色之间的发展 及对后剧剧情的铺成 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Evice和Forset 在第二集签订7月的桥段 也都让我觉得 这真的是可以在假面骑士中出现的吗 也看得出 制作主是真心想在这部作品中 加入一些黑暗的元素 当然别开中后期啦 说到角色 本作中的角色塑造 也可说是数一数二优秀的 尽管本作角色众多 不论是50男一家 菲尼克斯 反派组织 Datomons等 门女角色都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除了一些不重要的小配角 难免会被惹落外 门女角色都是缺一不可的 如同一个个的小齿轮 所做出的决定 都会深深地影响剧情的走向 推进着整个故事的发展 这也是Revice前期好看的主要原因 有着优秀的角色塑造 并且让角色们去推动剧情 自然而然整个故事的发展 就能很顺利的继续下去 然而这也不明所得到 提到Revice的缺点了 也就是中后段最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 赶火车 许多骑士作品也都此现象发生 但Revice可以说是 时速最快的一样列车了 尤其是在剧情中期 有一个很明显的缓冲期 从那时候Revice的剧情就 就再也回不去了 很明显是导演箱讲的东西太多 嗯 真的别太多了 就一次把好几个章节 塞进短短的几集里面 导致比重相当不平均 包括中后期的组织 Weekland 也是如此 因时间关系缺乏了前期的塑造 导致观众无法对这个组织 投入较多的情感 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中后期剧情本身的关系啦 两样的问题 在接近尾声 及结尾时更是如此 除了可惜 唉 真的还是可惜啊 但其实回过头来看 我认为Revice剧情本身的大方向 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甚至觉得Revice的故事 其实相当有潜力 能成为新一代的神作 但问题就在于 这些剧情的处理方式 及细节的安排 很多时候感觉 明明可以有更好的 故事发展去做选择 但导演偏偏选择了 比较创新或比较普通 甚至没那么好的方式 去诠释 不免有些可惜 总结来说 我不否认他中后期的问题 真的很多 看到一半退坑的人 我相信也不少 但我对于这部作品的好感 仍然是大远反感的 那到底究竟值不值得一看呢? 我只能说 入论入坑作 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和无恙是个假秘骑士粉丝 看过一些骑士作品的话 我相信这部作品 一定有你值得一看 能够吸引你的地方 作为一部50专临竞丞作 我只能说他 勉强及格吧 以上就是我对于Rice的 无猎心得与推荐 接下来就要进入剧透的部分了 会针对几个重要的角色发展 和剧情走向做讨论 但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看完了 所以54321 全日本第一爱多管闲事的哥哥 这句话基本上可以说是 彻头彻尾 概括了一辉这个角色 除了相当符合假面骑士的性格外 从剧情的一开始 到故事的尾声 不认识一辉的个性 动机也从来不离开这句话 一开始和VICE 签订新契约下的狠话 若变身让VICE出现 只会带来不幸的话 那他就不利用VICE的力量 又肉身战斗致死 就算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他人的决心 到后来知道和VICE签订的契约 会牺牲自己过去的记忆 尽管如此 他仍然相信VICE 选择和自己最信任的伙伴 一起并肩作战 到了最后 尼克拯救博士 也不惜忘记自己 和家人的回忆 从头到尾 有始有终的 用一句话 概括了50来一挥这个角色 也是近几年来 刻画最深 最有些有肉的假面骑士主角了吧 我个人也蛮喜欢 变身成假面骑士后 必须付出相对应代价的设定 和其他纯粹为了拯救世界 保护人类 普古一切变身 也增添了不少角色之间的挣扎和戏剧性 但依然还是那句话 中后期的剧情真的是太可惜了 尤其是结尾的部分 你说Keeves的马两三下就被解决也就算了 后面加了博士的叛变 为了让一挥做出最后的挣扎 仅仅花了两集的时间 就想把整件事情交代完 真的是太短了 最后绝尾VICE的牺牲 也感觉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 安排更多的催泪性嘛 本来可以试断能和欧子结尾相抗衡的桥段的说 真的着实可惜 最近傅琪表现比主角料演的骑士真的是太多了 当然咱们的大二也不例外 大家回想一下每当大二和羊羊战斗的桥段 包括温泉旅行羊羊的大打出手 让家庭陷入绝望 一挥击败了羊羊 拯救了大二 成为假面骑士LIFE 到了大二和羊羊的最终战斗 获得了神圣飞翼引装的力量 以及最后羊羊奇迹般现身 拯救大二的桥段 基本上都是剧情的高潮点 进不破之后又一位傅琪成为真主角啊 那竟然提到大二令许多人诟病的 莫非于大二的黑化桥段了 我当初在看第一次的时候 也是完全无法接受 但当我重新二刷之后 才发现后期的决定其实相当符合大二的人设 请听我娓娓道来 不论是剧中所作的各种决定 大家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现实派的人 前期要求哥哥赶快和菲尼克斯签约 以免出现更多的牺牲者 最不同意小鹰上的正常战斗 因为他了解战争的残酷 最不同意门田冒着生命危险 成为假命骑士 因为如果死了他谁也救不了 反观哥哥 开导小鹰鼓励他成为假命骑士的是他 不阻止门田继续战斗 反而希望他去完成自己的愿望 成为一假命骑士 保护他人拯救世界的也是他 这也不难怪 当然不希望他和菲尔萨的战斗一触即发 隐喻出现更多牺牲者 尼尔和菲尔萨一起共处 宁愿选择和赤石待在菲尼克斯 希望他知道这样做是相当极端的手法 但为了维持和平 为了不再让更多的人类因战者而受伤害 他逼不得已 最后的最后 自己的恶魔 阳烟 奇迹般现身 把戴尔从最后的声音中拉了上来 最终也和大家一起联手 击败了 Gifu様 不得不说 五十兰三兄妹中 剧情上比较有问题的大多都在妹妹身上了 最明显的就是妹妹被生成假命骑士的桥段 也算是Revise前期比较令人诟别的剧情之一了 一开始就被家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他上战场 甚至有点重男轻女 哥哥总说着交给哥哥处理就好 难道因为是妹妹 因为是女生而无法参加战斗吗 遭受了无数次的否定 他应该要做的是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做得到 证明自己可以战斗 不需要哥哥和家人的担心 虽然导演的说法是小英接受了弱小的自己 自己并没有那么强大 接受了真正的自己才是最强的 我们回到剧情上来看 既然哥哥也说过 逞强不是真正的强大 这里说文解字一下 逞强的意思是 力量不足却可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强 那不如改成小英不断的训练 努力的锻炼自己 永不放弃的精神 把自己修炼到另一个层级 提升自己的力量 并做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觉悟 证明了自己的强大 证明自己可以战斗 这样一来也可以把不放弃的精神 传达给空手道老师身上 不要被信息压垮而走上绝路 应该要逐步踏实 只要努力就可以突破困境 再来就是终其整件项目化的桥段了 嗯...出去...玩? 好啦,像是很像 但就如前面所述 当然选择了比较创新的手法去诠释这段剧情 我是来生的可以接受啦 毕竟谁可以拒绝两个妹子去游乐园玩的画面呢 拍整集我都看啊 好啦,拉回来讲 到最后的关头 小鹰和拉布的争执也很明显是因为时间不足 硬凑在一起 新一章也就莫名其闷奔出来了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多余啦 好像整段拿掉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也可以花更多篇幅在打倒Gifu様身上 所以总之 小鹰的剧情我觉得基本上 处理的都不是很好 但至少和下面画的百合 大家看得开心就够了 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要讨论一下 我相信也都是大家还蛮好奇的 那就是Revice剧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难看的 或许大家也都猜到了 相信大家不论是对Week End 赤石等角色及团体都不太有好感吧 大月从中期贝尔出现开始 Revice的剧情就开始漏洞百出 首先当然就是贝尔和元泰的故事线 有看贝尔外众的人才会知道详细的蓝楼去脉 在TP版有了又冲又长的解释性对话 就超超带的过去 非常影响观感 其中贝尔正段开始 故事前进的非常紧凑 一下讲火灾 一下讲贝尔和元泰 下一集马上进了大人和阳阳的战斗 还有小鹰和夏莫花的爱恨情仇 很明显有很多想讲的故事 但可能发现铺增太多 可能阐述不完而排得很紧密 在以上那么多条故事线中 只有大人和阳阳的战斗是我最能接受的 其他的都因为篇幅只能超少待过 真的很可惜 尽管如此 后段的剧情还是有其中我认为表现不错的 像Weekland的领导人之一 牛岛泰柱 也让我们正式感受到 作为一个战地军官 为了大局设想 必须要做出残酷且逼不得已的选择 但最后一刻还是动用了私情 牺牲自己 拯救了牛岛光 反观其实就... 又是个很卡通话的反派角色 本来可以有个很好的切入点 能够赋予这个角色更多的人性 但...就没有 虽然不会有人在意这个角色就是了 首先就很可惜的目过于Kifu様了 从第一节开始铺成的反派 就大家只是在家里讨论一下 就得知打倒Kifu的方法了 最后主角们讲解军中的台词 用一个联合飞力就... 嗯...就把他给踢死了 可说近几年来最吵帅的boss战了 没有之一 突然觉得圣人的追踪决战很好看了 有没有 再来就是博士的黑话 究竟这些巨神版则 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这个我不知道 但就算有 篇幅也明显不足 其实前面Karisaki这个角色的塑造 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他初还以为他黑话会有什么转折之类的 结果也... 嗯...没有 就有个PTSD就完事了 虽然因为忘记爸妈的桥段 还是令人蛮心碎的 但我想把Karisaki当作一个boss来看的话 分量依然是很不够的 就... 一样啦 又是一个依慧篇幅而没讲好的篇章 和自己的恶魔最后一战 忘记了VICE 契约也就此失效 依慧的记忆也就恢复了 到头来 VICE总是为了依慧所着想 从一开始的不信任 到成为重要的伙伴 成为了家人 VICE答应 不论如何 一定会让一挥幸福的 不惜牺牲自己 也要拯救一挥 拯救自己的家人 但相信有朝一日 VICE还会再回来吧 因为... 是一家人啊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刚经营的频道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每周也都会继续更新最新的假名骑士Giz 和川尼宝德卡的短评 也会同时发布在IG和TikTok上面 喜欢的话也不忘了帮我去追踪一下吧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